首场总统政见会落幕之后 有学者分析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就像是柯教授一般 自说自话阐述自己的政见 那么柯文哲今天也认为 他其实是可以再改进的 但是他也一点小酸说 昨天明明是政见会 又不是辩论会 而柯文哲今天早上 也来到他市长任内 动工改建的南门市场 再打正机牌 南门市场改建完工 柯文哲首度回娘家 实在很满意 摊商看到前市长同样很热情 任内下令改建 却等到卸任后才开幕 总统大选前再端正机牌 不过前一天政见会 美金党对手赖清德 也喊话柯文哲 愿不愿意把非法 经营停车场的新竹农地 也交付公益信托 捐出来给社区使用 威建能不能公益信托 这个要查一下 这我不知道 应该没有先例 该补所得税的要补 我会捐出来没问题 我还拜托那个黄国商找一个律师 你来我们这里你知道 你就来扮演那个第三者的 黄伏纪的角色 柯文哲很阿萨利 但政见会上却没有直接回应 当天表现就像柯教授上身 应该是讲这个吧 如果要辩论那个是另外有辩论 我觉得蛮惊讶 奇怪昨天在干什么 还有很多要改进的 就是讲话 不要后面越讲越小声 很多政见你很熟 可是你要的问题是 你要讲一般国民听 所以那个要更口语化 更通俗 前党秘书长谢立功 则喊话订下KPI 如果总统选票没有前两名 或不分区八席没达标 黄珊珊就应该要先辞 不分区立委 这个逻辑就不对了 我们那个总统大选你知道 我的KPI目标就是第一名 双场政见会后 更加信心满满回归政策主轴 少点口水战